好,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窗人,我是主持雪凌 還有四天,就有C3的第二屆 就是香港日本動漫博覽2012 將會在今年的3月9日,星期五,至3月11日 升旗日假香港會展,即是灣仔會展,舉行 這算是正式版的第二屆 沒錯,今年就陣容龐大,越來越 繼續都是厲害,因為其實本身 我們過去都說過CV為什麼這麼厲害 或者是對比動漫節,它有一定程度上 一個比較本格向日本的展覽 另外一方面,CV幾個字已經說了 CV是三個字,就是character人物,content內容,culture文化 其實它不是一個比較著重消費文化 或者一個散貨著的展覽 它是著重一個海外推廣 或者就像日本國內來講,它都是一些展示性 會比較重的,對比起其他一些 可能是銷售展或者博覽 還有,因為CV本身都會有不同的動畫箱 或者一些不同的商業機構在那裡放 當然會有最新的一些產品展示 香港CV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的當期的時間和日本的東京Anime Fair 比較相似 所以有時候有些產品 可能有些相應的東西早來了 或者就算是沒有去到日本之前 或者它都會在這裏 大家可以重拾一下 或者未來檢視到相關的產品 我們就由今年的參展商開始講起 看看今年的參展商有些什麼特別的產品 或者是特別的活動 今年的參展商 依然和過運一樣是強勁的 雖然有個人 看見沒有虎之月就比較失色 不過這個是... 但上年虎之月都是沒有什麼東西放的 沒有什麼東西放,但很快就賣掉 你又沒有這麼說 這件事我也明白,很快就賣掉 但基於它的店舖性質 它可以選擇賣的產品 其實就比較受制爪 在香港這邊 所以呢 這次就比較多一些 可以大眾和洛樂的產品 有關的參展商 那首先講了香港人 一定會懂的Bandai Bandai Bandai其實就是老規矩 無論動漫節或者它什麼節日 都好 都是限定版的模型 這次個人比較著眼 應該是HG的Delta Coating 即是Gundam Unicorn 那一部後繼版的寧格斯 可以變形那一部 除了限定版之外 這次我其實想看一下 就是Tiger & Bunny Darkness Version 對,它是Darkness Version 其實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因為大家如果有留意 就是日本 同期差不多發售 就是龜貞和 那本Tiger & Bunny 的原畫 的外藏版套 即6800日圓 那一部 就是普通版的 所以如果有兩隻 加起來 就有黑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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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 黑套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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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的Full Boost 即是大家在PSV打慣Extreme 但Full Boost大家可能未打過 就算有些DLC見過 但始終的手感未必跟街機一樣 而且它始終有些新元素 即是系統方面 以及流暢度 還有啦 除了GG之外 還有就是一個影片 就是講回 日本那部1比1的高達 台場高達 建造過程 即是未去過的 都可以留意這段影片 究竟是怎樣起那部1比1出來的 即是萬象高樓重提起 等於0079第一集 高達聳立於大地之上 基本上那部都是聳立於大地之上 anyway沒問題 接著就Sunrise Sunrise Sunrise不是AGE 沒錯 AGE 接著就是 他應該買一些是文具香的東西 就算是 不是很難說的 他這次主打 除了AGE 就是TG Bunny AGE的那隻剛剛 現在就是第二世代 我估計 引起上來就是挽回了不少 但是 商品上來就未必同步到那麼快 有些東西 他應該還是主力是第一世代那邊的東西 就是職業了 那我就不知道這些東西 有沒有人買又是另一回事 這件事 那不要緊的 剛才說過 CV座是語中同樂的東西 即是過往大家去都會看到 可能有些小朋友和家長一起進去 因為其實他AGE的播放 是跟香港同步的 所以也都未必一定是 老玩家或者老高達迷失 覺得一般的 或者是一般的 可能是小朋友的時間裏面 小朋友的世代都覺得 都不錯 很有共鳴感 但是我沒有記錯 這次應該是 他會播的宣傳片 或者是集數裏面 應該是用回 播放 就和 應該是 我不明白為什麼 其實這個我都有點奇怪 是配英文字幕的 這樣啊 始終 海外市場 海外 但我一走已經有多個字幕了 問題就是 AGE其實已經是同步的 跟香港是 那其實為什麼會播英文字幕 我這件事我都覺得有點疑惑 香港國際大都會 因為有外國人來嘛 但進去的 下下 不知道啊 他訓練香港的小朋友的英語水平 用心良褲 然後 另外一堆就是 日本的動畫作家 例如 Gongsu Pework Production IG 他們過往 應該都會展示一些 未來新作 或者是播放中的作品 最新的片頭 或者有關預告片 Gongsu 我記得去年 最終流放 其實已經是 上次都有宣傳的 今次有 不過今次都 因為剛剛 正在播放中 正在播放中 應該會多些原話 因為上次其實沒有什麼原話 上次真的沒有什麼原話 其實 他還沒播放 沒辦法拿出來 那你看一下 Pework 會不會有其他 可能是花開的 一些 原話 或者是 相關拍攝的 類似的 對 花開 始終他們都 又要推廣一下 你說 如果都是這些 動畫周邊 未必大家 可能大過一些 不玩Sunrise 那麼 另外一間大鋪 剛剛吃了 都不是剛剛的了 吃了Gamer的Anime 也都會跟上次一樣 是有利 主打法也是周邊的東西 例如周邊商品 跟另外一個廠商 COSPA 就 有一陣庭路的相似 但是 Anime 賣的東西可能會是 一些 書籤 記錄 那類比較重點 但是 看點性比較大的 就是 T-Shirt 不是T-Shirt T-Shirt 你現在可以回COSPA 都會有的 就是它會有同步 在日本 3月7日賣的 Face Zero 第一套 但是如果大家有留意 可能特典就知道 這個四大商店 其中一間當然是這個Anime 其實它們 好像各自是有一張掛布的 其實它是一張 不完全是 全部都是無奈風的原畫來的 但是它是一個 四張都是非常之 作繪厲害的 不同的布陣來的 就是可能說拉打 騎著戰車 或者是後面的Saber 追斬它 或者是阿賊打 全部都是一些經典場景 但是 劇中還未曾出現 或者是第二季 未必可能出現 這些夢幻場景 其實是四間店舖 都有特典 其實Anime 拿得過來 這件的東西 絕對是有機會展示 當然 你也可以自己買回家 儲存 這套東西都很貴 我記得 但如果你嫌貴的話 其實有其他東西 就比較相宜 譬如說 《河心政治》 《Acrelion Evolute》 有關公司 這個紀例 亦都同樣時間 是《Marcos》 《超時勇耀賽》 《F》 有關公司 這次也拿了 不少的日本發售作品 基本上 除了說 兩套 基本上順著 其實 第三本 每一屆一本 第一屆就是《Warlium 1》 接著就《Warlium 2》 今次又《Warlium 3》 即是第四套學生 都會照來再買《Warlium 4》 對嗎 但日本那邊有人傳這本 是《完劫》作 所以就 不知道它有沒有第四本 可能下次拿其他東西去買 嗯 對 接著還有之前 其實一直都有的原畫 但今次這套原畫 跟過去那套不同 這套是全新的 這套是劇場版 應該是亂來非逆的 這套是劇場版 裏面的原畫數 應該是多了 因為第一次的原畫 應該只有二十張 而今次這套 根據日本那邊過去的資料 應該是有五十張 還有如果大家對比 我想這套在座三個 有兩個人 是擁有過去那套原畫的 大家有看過 就知道 那套原畫 因為它本身寫著 就是DD 2D 特效和機體 所以簡單來說 就是各種類型的畫 都有的 所以第一套原畫 就會有一些 例如周邊人物 或者機體方面 可能未必太亮眼的 但大家如果有見過 接下來那套原畫裏面的圖 其實它是多了很多人物 帶頭上的 例如說 Lanka這些比例大幅提升 當然 Cherrylue 其他不同的 重要角色的 Cose-up的近鏡位 或者半身上的 原畫也大量增加了 雖然你可能偉張 應該個人了解 應該是B5了大小的 但其實每一張圖片裏面 它的魅力 是上升了不少的 當然 它的價錢 應該這套原畫 這套原畫 暫時有沒有寫到 它就沒有寫價錢 但日本過去買 應該是3500日圓 來到香港應該300到400日圓 有多少套都沒有說 根據上兩年的經驗 其實R1應該500套 左右 它這次寫800 另外最重要的是 它通常是便宜的 來到香港也會 但日圓水位 不斷變 不過 你說這次CV裡面 這個Proof 其實最多限定 除了剛才說之外 還有限定一千冊 宇宙暴流海賊 對 有Fansbook 就是兩位主角 兩位主角是主角的 星優還是主角的照片呢 都有 其實你先介紹哪位主角 戴眼鏡 花札 花札其實是第二主角 他不是Ming 他不是Ming 他不是Ming那個 當然 如果你要拿這本 去運畫特朗簽名 就無妨 簽名那些 我們等一下再說 因為這些都不太清楚 暫時都 我們繼續介紹其他Proof 當然 剛才說到CV是一個比較 前瞻性 或者是 博覽形式的展覽 所以 也有回到日本 過往都有 就是日本當地的旅遊局 其實是展覽的 這次有一點變化 就是 它不單單是旅遊局 它是分了不同的市 例如說 Akeaba就是抽業員 上年我記得是只是抽業員 主力 今年就加了 還什麼市 村崎市 日本航空 小田急電鐵 所以 大家的廣闊範圍的程度 就會大了 如果去日本旅行人 應該是對用的 這個也說 其實同期 因為還有一個叫 活力日本的 即是3月也有一個 活力日本的 3月 不是3月中 CV之後 CV之後 啊 那個食物來的 很乖的食物 CV之後 也有一個 活力日本的 都是宣傳回日本地區 其實除了 大家在CV上留言 如果真的有興趣去日本 都不妨可以留意 就是活力日本的活動 然後還有一些 過去也有放的 最有趣的就是 駝衛海插版 大家如果有留意 GSC 即是一家 Figure廠商 官網 或Block 有時就會說到 有些是正貨 有些是假貨 那這個呢 現在呢 不單止是 可能是 GSC官網的圖 那直接可以 因為日本的 商品 商品化 權 協會 正式 就是 都會拿這些 產品來 隔著玻璃 去對比一下 鑑證 就可以大家 好像做一個 鑑證官 對啦 當然啦 也可以訓練到自己 看這個 Figure 或者模型的收位 所以絕對是一個 訓練場 但不是修羅場 通常不是要拿起來 拿起來 拿起來 只能拿起來 好像之前 模型那些都要拆掉 但是不用怕 因為拆掉了 它可以幫你打開了 盒子 你會看到裡面 即是你會看到 這個筍口位有問題 電腦的位置不行 你會看到那些東西 那當然 有些微細一點的東西 就要自己 落足眼進去看 那 跟著就是 Square Square 其實是上客 基本上 Square 其實那些東西 都會比較偏貴 因為它主打 Square Shop 其實它那些是 飾物為主 或者是一些 遊戲相關角色的 Figure 但它這次好像有T-Shot 都有 不過你說 主打它 應該都是會 慣常到Square 之前擺POOF的特色 就是 主力都是一些 吸片盒 項鍊 或者是儀式 之餘處 那些 那些通常 價錢都會比較貴 因為全部都是金屬製品 雖然我覺得 真的挺吸引的 但是價錢 都非常 那 HKRO玩家 通常都是成年人 消費力 反而不想 是不是阿雪寧 為什麼問我 不知道 還有 還有 就是 這個 Japanese Idol Group 這些就是一些 不同類型的 算是 新進 組合 不是新進 Morning好 有些 有些 這些都是一些 少男少女組合 當然 日本的組合 不像AKB 所以 很多不同的組合 大家都可能 可以聽聽他們的音樂 那 接著 Ho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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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 跟上次 有些 差別 不大 因為 通常 應該有 清文 在旁邊 清文那邊 應該放雜誌 去年都好像在旁邊 我沒記錯 北包都在旁邊 第一屆就不是 Hobby 那邊應該 就以Queen Base為主 百花撩亂 還有 上年就百花撩亂為主 Queen Base就沒有了那麼多 不是 他應該會展示 可能受賣有關的限定伏格 因為 大家知道Hobby Japan 有百花撩亂的伏格 基本上一年 至上限定應該有兩至三個 所以 其實同場都會展示 因為過去都有 那清文那邊 當然會有些 概巻的Hobby Japan 以及電擊Hobby 但是最亮眼的地方 當然就是 也會有過去附送的配件 大家可能有留意過的 比如說 Unicon 剛才我們提到的 Delta 即是靈駕斯改的 一些配件 其實很多人 目標就是 咦 配件用來改機 很好用 那這些就是 無形外號人士 這些就是 那無形方面 也有環球 也是一家老店 所以 大家可以滿足到 無形方面 當然 殯大也是一個很大的滿足 不過銀包方面就不利了 嗯 是的 然後 還有就是 超人 超人 其實去年都有 過 動漫節 或是CV 都會有關的 特色向的 其實除了 閃門超人 還有東映 還有門面超人 其實 不過閃門超人 我就不太熟了 閃門超人 好像是 賣T-Shut 對 這次就是 之前也算是賣銀包 不是 試過的 對 還有 這次最近有電影播放 日本那邊 不知道有沒有有宣傳片 可能在這個播放宣傳片 但不知道 要看他們 然後說播這個宣傳片 的話 《樂人戰士》 然後就有 《樂人戰士》的三部曲 日本就應該就上了 第一部了 硬派的這套東西 不知道 熱血刀 所以你沒看 我知道 所以你沒說 所以你沒說 這次他會率先播放10分鐘的讀假片段 好像說這套香港會有公認 之後會有 看多登迪 即是又是UA的地方 NCL 通常都是NCL 通常都會是 這個大家可以看一下 國川 國川 大家排隊 國川 他這次應該 我沒記錯他 他當然是順利的 書籍特價 或者一些手法的書籍 即是早些被你買到 同樣 你會場會有一些周邊產品 例如說 他這次好像有抱枕套 好像是嗎 好像有的 有毛巾 他有 我的門門下 有這麼可愛的毛巾 柳關那些菇筍 那些周邊的東西一定會有 比較特別的就是 買夠一定份量的東西 那就會有紙袋 大型紙袋 例如說 High School of the Dead 那些不同的紙袋 當然 你裡面買東西 也會有不同的簽名 我們下次再說 除了之外 還有卡遊戲 除了 WX卡 武士道公司 他今年我覺得 宣傳WX卡 那裡都很大的 另外就是 卡片戰鬥先導者 那邊的VG卡 兩邊都會 好像是有活動 還有限定卡 那當然也可能會 會場有些不同的戰鬥比賽 嗯 對了 那另外就是 在電空 電空的 就是紙箱戰機 那有個大型Figga 就放在 被人參觀的 那當然可以拍照 那當然 紙箱戰機的話 我覺得 是不是應該放在AGE旁邊呢 其實 不知道啊 AGE的名稱差不多了 這個 這個比較no comment 這個有保留 其他的作品 就好像 快到天使 好像那個是攬枕套 我沒記得是會有 快到天使 快到天使 那是 COSPA 不是 是由一個 角子老虎機 衍生出來的 角色來的 那 抱枕套的東西 我們就不是很熟 這些東西 那些套都是看你誰 有興趣 就自己去看看 剛剛你講過 COSPA 真的抱枕套 COSPA 這次抱枕套 好像 衝擊力應該比過往大的 不知道為什麼 個人認為 只要是何解 不知道啊 因為覺得 尺度上比較 提高還是降低 我不知道 衝擊力對於香港人 會大了一些 那不如叫虎智 過禮拜 虎智沒有啊 應該啦 但是 大家在COSPA 因為它也是買了這麼多年 可以不同的 但是 過往來說 COSPA 另一個看點就是 它的售賣員 可能是在COSPA 所以 也是另外一個 有趣的 場地 對啦 那我們這一節 就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 就繼續介紹 一些CV的 今年的重點活動 好 我們下一節 回來 活動 好 我們下一節 回來 好 我們下一節 回來